什么样的生活最惬意 在河南郑州64岁的环卫工人 王复健精通武术 擅洗书法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 打大拳 练练字 在记者看来 王复健的生活那是相当惬意 不仅如此 他了不得的功夫 让同事直呼 三五个人难尽身 1月8日下午 记者见到王复健时 他正在当值区域内的金水西路 清扫路面 留着长呼须的王复健 扫起地来 显得格外有范儿 挥起扫把 呼呼生风 路面清扫完毕后 他来到路旁廊道 脱去外衣 压腿热身 向记者展示了 太极拳 太极健等武术 武术 反正是 过去几十年前学了几套 反正一下 太极拳 太极拳 武当太极拳 然后那六段长拳我也都学过 现在系统的练都没有时间 也就是抽空练的练的 耽搁动作吧 怕他就忘了我们 你这个你 味道的身体好 这个活能干好 王复健说 他每天清晨四点左右 到达指定位置清扫路面 晚上七点下班 工作之余 不仅练武还擅长书法 他在家里二层阳台 隔出了一间书房 闲暇时便辉豪泼沫一番 此外 他还喜欢诗词歌赋 散文等 部分作品 获评得奖 何时喜欢上了文学 王复健告诉记者 他曾是汽车兵 从那时喜欢上了写作和书法 家族富士楼 为何选择当皇位工人 王复健说 儿女都已成家 他们老连口 在家闲来无事 想发挥余着 选择了力所能及的环卫事业 工作一年多来 不仅身体得到锻炼 精神状态也大有提升 这份工作还给他带来了自豪感 使他的生活充实而惬意 发挥余着 锻炼身体 也有一部分收入 我从干这个活以后 我才干一年多多来 但是你说 我的儿子们 大吃一惊 说你们两个人 现在这个眼神也好得很 好像精神状态也好得很 人们这个观念好像也都变了 不是说咱们过去看不起那环卫工啊 我在人身老大别的手里 小学生就见我了 啥经个礼的 首先得这个礼 我激动了 实在不行 无分我穿着这个衣服啊 我真是觉得骄傲 自豪 这是发自内心的说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会认为 我传说明镜与点栏目